不是在進入最後宮鬥的高潮了 這個貓什麼貓什麼貓形是不是 老師這聽都沒聽過 剛才那個美人講到什麼普度 確實人家說自古宮中多怨你 你看我覺得這一位高貴碑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怨女 這兩部戲都把它形容成 這麼樣子的反派 其實在歷史上 高貴碑她是非常溫婉賢淑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如意傳 現在演到哪呢 說這個皇后 為了將來自個兒的兒子能登基 所以故意造成別人的不孕 送給她的手镯裡邊藏有玲玲香 這個大概跟以前甄嬛傳那個什麼 紅花 色香差不多 其實在歷史上應該不是這樣 首先這個高貴妃 她大概也沒有辦法懷孕 因為她自己本身體質太弱了 她只活到34歲 另外由於她出生是內務府的褒衣 我覺得乾隆皇帝 可能不想讓她懷孕 留有隆寺 所以乾隆皇帝在這個高貴妃 臨終前的三天 給她封了皇貴妃 是不是有一點內疚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褒衫皇后 更不會這麼做 褒衫皇后在延禧攻略裡 我們看到她是如此的閒涼 溫婉 她不會去害別人的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清朝的宮鬥不太精彩 那麼明朝的宮鬥可就精彩了 這個厲害了 對 這段就真是很怪異了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明憲宗 她當年16 7歲上任的時候 她竟然寵誰呢 寵這個萬真兒 比她大了19歲 而且是宮女出身 而且一寵寵了這個20多年 聽說是她的奶媽對不對 母娘嗎 對 當年就是她的照顧她的 宮女兼奶媽兼保姆 還有保鏢 不是嘛 這可以想像 她從小喝她的奶長大的 從小還受她的這個保護 所以說兩個人有這個革命感情 但是這個萬貴妃是心狠手了 她首先就想 我一定要留下這個龍寺 絕對不讓別人懷孕生子 所以后宮裡邊 只要有孕的嫔妃 包括皇后都被仗責 打入冷宫 所以所有的有孕嫔妃 通通不是墮胎 就是另外死路一條 那麼美人你一定在想 那這個萬貴妃 她自個到底生了沒 有 她生了一個 而且在這個現宗皇帝 即位第二年她就生了一個 馬上就立為太子 這下可得意了吧 對 沒活到一歲 這個小皇子就走了 那麼萬貴妃就想盡辦法要生 所以她要生 別人都把所有侍寢的機會 全讓給她 因為皇帝在逛后宮的時候 她就緊隨在側 所以別人全部都不敢侍寢 但是她還是生不出來 不過話說回來 老天有眼 這個房不生房 竟然在現宗皇帝 即位的第六年 有一個即興的宮女 懷孕了 那麼所有的人 都要保護這個皇寺 所以所有的人 都知道這場事 只有他們倆不知道這場事 是 因此這個小皇子就在冷宮裡誕生 而且受到大家的保護 一直到六年後 小皇子終於出來 跟現宗皇帝不子相認 這下子萬貴妃怎麼辦 有了一個別人生的孩子 當然死了一批人 因為她要開始搞鬥爭 所有當時幫助過小皇子的人 全部都得死 包括小皇子的母親 這個祭淑妃也自殺了 那麼接下來 她不想讓這個小皇子上任 所以她改變策略 那美人你一定在想 這個明憲中到底有沒有孩子 對啊 到底有沒有 對啊 她不是都控制后宮嗎 是啊 生了十一個兒子 生了六個女兒 怎麼又生了這麼多 因為這個萬貴妃改變策略 她開始讓這個明憲中 開始去逛后宮 而且還進攻她春藥 多生一點 對 多生一點 分寵 所以把這個皇帝是搞壞了身子 那麼也把自己氣得半死 因為別人都在生 她就不能生 所以最後這個萬貴妃 她59歲去世的時候 真的沒有留下子嗣 不過我覺得她雖然遺憾 但是以我們女生來說 她贏得了真愛 因為這個憲中皇帝 真的是太愛她了 所以傷心欲絕 那麼幾個月以後 也跟著去世了 就走在皇宮裡面 紫星城犯錯 就三個步驟 一罰 二打 三就是殺 沒有別的了 還什麼幫你交道會 沒有這回事 你要看到會 看不會 罰 罰不 打 不然就殺 殺有很多方法 為什麼要用貓形 對 那首先講到說 這個貓形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就是把這個宮女 跟貓放在一起 把她放在那個麻布袋之中 然後這個獸刑 施刑者用鞭子來打這個麻布袋 然後貓被打了 受刺激了就會胡亂攻擊 那她爪子跟牙齒都很利 就在那邊亂抓針子 所以身子不僅會遍體淋傷 而且還會血肉模糊 對 那不過這種宮廷區的貓形 其實在真實的後宮之中 是不存在的 一來是因為我們中國古代 很少用動物來做刑罰 那二來是因為說 這個貓其實在宮廷算是寵物 明代還特別設貓兒房 養了許多的公貓 來專門做賞識之用 所以其實這個貓形不太常見 那比較看得到的是什麼 第二種叫竹書夾生 這個在五妹娘傳奇裡面有提到 那就是什麼叫竹書夾生 他其實就是把這個受刑者 用雙手固定起來 綁住 手銬靠住 然後用這個竹板做成的竹 把它夾在胸部跟腹部 然後用兩邊的繩子這樣硬式拉扯 扯的時候就會碾壓身體 那因此就會讓這個受刑者痛不欲生 所以看起來外表正常 這跟我們警方以前20年前科學 用那個電話本 類似 類似這種東西 就是他讓你外表沒有任何的傷痕 可是其實你受盡無數的痛苦 不過這種竹書夾生 比較常見是在唐朝的時候 唐朝因為有兩個庫律 一個叫所原理 一個是萊俊成 他們把這種東西延伸所謂的夾形 那即使是竹書夾生 那後來也不常見 那其實在後宮之中 真正最常見的 其實是所謂的針刑 為什麼是針刑 因為宮女還是有她既定的工作跟職責 你如果打到遍體鱗傷 手長腳殘的話 皇帝說來 服飾一下 一看你們鼻青臉腫 然後斷手斷腳 這還像話嗎 所以他們最好使用一種刑罰 能夠讓人覺得很恐怖 然後有劇痛 可是又不會造成實質傷害的 那就是針刑 對 那這個針刑就是拿針來刺手指頭或手腳 那其實它只是為了要讓你覺得恐怖 你如果敢不吐食 或者是手腳不乾淨 我就略失博程一下 不過講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如果真的要實行到恐怖的話 也是滿殘酷的 像清代的筆記有所謂的36針刑 那它有所謂的海底撈月 就是用針刺滿下半身 那什麼叫做千勾萬禍呢 就刺滿全身 像刺蝟一樣 不要再說了 不用再說了 OK 好 那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我告訴你 我這隻手指頭 有一年過年 250 像剁一個玉米 結果我就把手剁了 你知道嗎 結果剁了之後 傷口太大 那個血已經流一碗了 實在不行 他說 過年還是要得去縫 就拜託一個醫生幫我縫一下 你知道這麼一個傷口 我縫了六針 好啦 這縫的時候是不痛 因為上了麻藥 重點是 你知道他是怎麼上麻藥的嗎 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就很怕上麻藥 所以打電話 我打電話問了醫生 他是跟我說 你讓他給你上在這個地方 比較不痛 這個地方 上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是這根要縫 他叫我上這個地方 比較不痛 或者上手腕這樣子 結果上完之後還是痛 所以醫生說 余小姐沒有辦法 麻藥要從這裡上 我告訴你 我想到我還是手腳未軟 你知道那一針上麻藥 不要再說了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要在紫禁城 你叫我招什麼我都招 所以這個是很講究的 我們來請這個 曹老師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延禧攻略 就把這個延禧攻炒紅了 再加上如意傳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紫禁城裡面 房間是有八千六百多間 那麼什麼叫後宮 什麼叫三宮六院呢 過了這個前清門就是後宮 那麼什麼叫三宮六院 美人你看這邊前清宮 還有中介爾的交太殿 還有昆明宮 那麼這就叫三宮 他們兩邊的左右各六院 這就叫三宮六院 不過如果以位置來看 東六宮是不是應該位置 高過西六宮 我們都知道太子叫做東宮 那麼延禧宮 剛好是在東邊對不對 可是說實在的 這個延禧宮的位置不是很好 因為延禧宮 他剛好他的前邊這個地方 就是運送宮中的御用物品 什麼水車 馬車 都會經過的地方 對 所以人多吵雜 而且安全也不是很好 再加上從明朝到道光年間 這個延禧宮命運多喘 所以他多次的燒火 到了最後道光年間 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了 後來當然同志皇帝也說要修 景妃的時代也要修 府衣也要修 最後不了了之 所以他變成是北京最早的爛尾樓了 但是他的位置 我們再看一下旁邊的景仁宮 每人你記得那個甄嬛傳 皇后不就坐在景仁宮對不對 所以景仁宮他的位置是很好 因為他靠近前清宮的中軸 本來按照當時的規矩 前清宮是駐皇帝 昏寧宮是駐皇后 忠敬爾的焦太殿是辦典禮 但是從康熙以後 剛才啟鋒老師說 焦太殿是他們舉行婚禮的地方 對 還有給太后祝壽的地方 對 的確是這樣 那麼剛才啟鋒老師就說 後來全部都移到這個養心殿了 因為養心殿他離的御膳房也近了 他後邊還有密道 所以變成東六宮離的養心殿太遠了 那麼西六宮的地位就好了 很簡單的道理 來這邊比較近對不對 對 近水樓台先得月 大家比較容易看到皇帝是不是 所以比如說這次我們看到 這個規矩皇后住在長春宮 這個長春宮有特殊的涵義 因為乾隆皇帝他字號長春居室 所以長春宮是最重要的 那麼益昏宮不是以前華碑住的嗎 還有楚秀宮 慈禧太后是住楚秀宮 對 他叫做孫的同志皇帝 還有這個永壽宮 不是甄嬛回宮以後住在永壽宮嗎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個西六宮的地位就比較高了 至於說溥仪他自個兒說過 我們這個紫禁城裡 鬼故事那是比遼齋都還要精彩的 所以最陰風慘慘的在哪 冷宮 可是我們一定覺得冷宮在哪 其實冷宮並沒有一個確定的位置 他就是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第一個他年久失修 第二個關押進去的妃嫔 受到的待遇不好 剛剛不是說嗎 宮中多怨你 所以怪不得陰氣深深 也就流傳著許多的鬼故事 就是根本就沒有照規矩理你 你就夠死的了對不對 三餐都冷的是不是 對 而且你一旦不受寵 我們坦白講真的 那個是這個 看見別人的臉色 採低捧高的一個社會 是不是